好还有现在很多人都说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是股市名灯 真的不只是浪得虚名啊 在周末演讲一共点名超过40家台厂供应链 在今天呢不少个股马上强势喷出 竟然有18档是一度冲上了涨停板 所以现在股民们大家关心的是 还能不能上车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演讲上大秀台湾地图 还列出秘密麻麻的供应链伙伴们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不只挺台湾没有极限 这回点名鼓又宛如黄袍加深 个个飙风啦 人形机器人台湾首度亮相 AI机器人概念鼓三号直接暴涨 聪泰罗生不畏处置照样飙上涨停锁死 而黄仁勋清点的新汉广玉也强势锁住涨停 另外像是艾迅立端德律等也通通红灯高挂 这回43档名牌当中有18档都一度涨停 有过夸张 跟机器人有关的目前来讲 这个气氛呢还是算算是相对的不错 追加医院很高 这一组呢后续来讲的话 应该都还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在AI医疗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毕竟这个族群比较冷门一点 那量价也比较小一点 所以投资票在追加过程里面呢 要注意这个风险 老字号仁勋概念股也很不俗 全王台积电一度冲回850元大关 核硕一度差一档涨停 鸿海广达涨幅也都超过2% 不过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 股价未接还不到百元的人勋股也出列 像是工业电脑会友3号涨停 仍然只有28.35元 义登 仁宝 耀月 圆钢 神达股价 更统统在50元以下 都是高度以赖台湾相关的供应链 台湾相关的全政府的股价呢 却有机会进一步往上做推升 那对于台湾整个指数上表现来看的话呢 那当然是有机会往更高的地方去做迈进 AI开派对台股盘中也狂涨超过400点 占回21600点大关 庄厂虽然涨幅略为收敛 但依然大涨了362点 看来黄仁勋金口果真 威力无敌 东森餐厅新闻张博翔 叶子晶台北报导 看满不断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